如果银行再不给利息 市场上迟早会出现替代银行的怪物 那这就是这一次的00940之乱 感谢金主帮拔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支持Amy可以加入100名小赞助会员 想看深度炎救赞助影片 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哦 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 不要在手机APP上加入会被抽苹果售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这个星期整个台湾金融圈最重大的新闻 当然就是00940之乱 人大投心心募集的基金 竟然第一天就募了700亿 第二天募了近千亿 整个市场上到处都是解定存抵押房贷的新闻 疯狂的民众挤爆各大券商的柜台 就是要买00940 买到玉山证券富邦证券受不了 不再接受申请 金管会更是在基金募集的第三天出面降温 因为太多民众解定存买基金 买到央行公布的金融业隔业拆款利率 創下了扣除农历年等季节因素之后的15年高点 路透社更是发新闻 收集了各种台湾市场上面 短期利率全面上扬的情况 这表示我们的银行钱被提光了 金融机构互相到处掉钱 导致拆款利率大涨 可以说是这档基金 让我们的银行产业 几乎是经历了一次挤兑事件 买基金买到银行挤兑 这真的是难得一见的追剧啊 过去台湾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基金 要一次进到股市里面的记录 因为我们知道 投信公司募集完基金之后 他在挂牌之前 他大部分的资金都要进场买股票 这是金融法规的规定 然而这一次00940是第一次 有这么巨无霸行的基金 要一次进场 主管机关如果不采取权疑措施的话 一场台股的灾难就近在眼前了 网络上现在到处都是网友恶搞的 00940自救会粉丝页 这其实不是在开玩笑 真的是挺有可能发生的 明眼人都知道 现在要怎么样利用这支巨无霸基金来套利 当他只有100亿200亿的时候 股市是很容易消化的 但是当他的规模太大的时候 他本身就会对股市造成危险 事实上整个三月份 有两档非常相似的ETF 在市场上募集 先是统一投信 在无人预料到的情况之下 募集了一档00939 他跟00940一样 都是主打高股利月配息的基金 那统一投信 他其实是一家小中型的投信公司 他没有多大的行销资源和能力 但是呢 00939却意外的募到了530亿元 打破过去所有新基金的募集记录 那在我们录影的现在 00940的最终募集金额还没有公布 但是呢 他很有可能会突破2000亿元的大关 这两档基金为什么可以轻易募爆呢 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台股上2万点 股市非常好嘛 大家就特别想要投资 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是触碰到了台湾社会长期的痛点 那就是利率环境实在太低了 这次我跟一些投信业者讨论 这两档ETF最大的资金来源有三个族群 第一个是定存组解定存 因为定存的利率实在太低 我们来看一下央行公布的五大银行存款利率 拟存三年也只有1.59%的年化利率 但是呢 投资人他看到之前类似00940的产品 譬如说00919 他也是一个高股息基金 他在去年连续四个季度 都发出了年化利率10%的配息 那定存客户看到这种配息的水准 他当然会觉得很心动啊 于是呢 他们就纷纷解除定存 不惜损失违约的利息也要解约 那银行触不及防 于是呢 就发生了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流动性紧缩事件 那第二个 买00940的大宗族群呢 是投资型保单的客户 这个族群可能比解定存的人数还要更多 因为过去保险公司卖了太多的投资型保单和储蓄险 尤其是在2021年大卖了5800亿投资型保单 三年下来 绩效不行 到处都是抱怨 到了去年 投资型保单的新契约只剩下1000亿元 是三年前的六分之一 那这批人呢 应该是转向00940的最大族群 最后一个第三大族群 他们是做抵押房贷 做利率套利的台湾杜鞭先生杜鞭太太 因为我们知道哈 日本主妇最喜欢借低利率的日元出来买高利率的美元定存赚价差 那这次00940出现狂潮 其实就是有很多人在做利率的套利 例如说投资男李伯峰 就在他的脸书上面贴出了PTT贷款版的各种贴文 因为联准会要降息嘛 房价回升了嘛 那大批的房贷户就去银行增加贷款 因为我的房子变得更值钱 我应该可以申请更多的房贷来投资吧 前两种族群他是因为不满自己的利率太低 愤而转上00940 但是房贷户呢 确实因为他的房贷利率真的太低了 就算台湾在过去三年升息环境之下 五大行库的房贷利率也只有2.1% 那如果照我们刚刚讲的00919的年花利率有10%的话 房贷的利息成本是2.1% 你跑去买00919这种高股息基金 如果股市没有垮的话 你最理想的情况是你可能会收到10%的年花利率 那拿这个利息去还我跟银行借的那2.1%的利率 你还有接近8%的利息啊 那所以这批人呢他们就是在做利率的套利 他们就是台湾版的渡边太太 这批人是最危险的租群 因为他们用了金融杠杆 当股市景气向下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等一下呢我们还会来解释这个部分 这次两党基金造成了如此的狂热 其实我的内心是深受震撼的 过去募集基金是100亿200亿就很了不起了 可是这两党基金竟然能催出2000多亿新台币 背后深藏的因素恐怕就是台湾民众对长期低利率环境的不满 台湾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贸易顺差已经几十年了 一直在赚钱进来 但是台湾又是一个金融保守的国家 投资标的非常的匮乏 这就导致我们的金融账长期外流 大家拿到钱以后呢就去买海外的基金 20年前我做金融记者的时候 我很常看到台湾的资金进流出创下历史新高的新闻 但是20年之后我回台湾还是一样 你看这个新闻 2021-2022-2023创下了金融账进流出的 历年第一第二和第三 虽然央行有出面解释 所有金长账顺差很会赚钱的国家 这金长账顺差就是你做生意做贸易 你赚钱进到国内的意思 央行说呢像这样的国家呢都是金融账外流 因为有很多你还没收回来的 账会被寄成债权寄在账上 我同意央行的说法的确有一部分是债权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央行给的这个表格 他讲了五个国家都有相同的现象 台湾日本南韩瑞士德国 问题是这些国家除了瑞士以外 其他都比台湾大很多啊 我们的国家长期有在赚钱 但是呢投资标的太少利率又从前任央行总裁 澎湾南时代低到现在已经低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这就造成台湾的超额储蓄问题非常严重 钱太多了却没有地方投资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今天金管会都不出来降温00940的话 你觉得这支基金它最高可以募集到多少金额呢 答案非常恐怖台湾的钱还多着呢 今年主计处预估台湾的超额储蓄数字是3.7兆元 这什么意思呢 超额储蓄其实就是国民的储蓄超过国民的投资 所超过的金额就叫做超额储蓄 在这个总经理论上面呢 储蓄跟投资应该是差不多才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环境 但是台湾的超额储蓄已经连续五年都超过三兆元了 当你的超额储蓄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更难摆脱低利率的环境 因为要到银行存钱的多的是啊 我根本就不差你一个 我更加不用给你更好的利息 那就就形成了一个更坏的恶性循环 然后摆脱低利率环境的人 他们真的是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经历了无数的烂投资 一直在做冤大头 早年台湾民众买储蓄想后来把投资型保单 但是这些根本就不是划算的产品 以前我在金融线上的时候 我们的保险业绩者都会叫我不要买储蓄险 因为在你的保单里面会有一部分钱拿去做投资 那你就会被收走各种手续费 结果你会发现最后你拿到手的钱 还不如你一开始就拿去买定存 台湾市场上面的烂产品实在太多太多了 数不深数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南非币 南非跟台湾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国家 他们的银行利率有够高 15年前台湾的银行卖很多南非币的配息基金 配息高达16% 17% 堪比我们以前的公务员18%了 那结果呢台湾市场上的南非币定存 还有南非币计价的基金热卖超乎想象 全盛时期的南非币计价基金规模都上兆元了 那为了17%的配息台湾人买了1兆元的南非币 台湾于是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南非币持有国 第一大的国家就是南非自己 那为什么南非币可以给到这么多利息 你有想过吗 台湾人是因为太会赚钱钱太多了 银行不用给你钱你也会过来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 可是在南非呢南非人没有钱啊 人均GDP6000美元 银行根本拉不到存款 所以他才会给你这么高的利息 因为没有人要去存钱 像这样的国家他一旦经济恶化 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货币贬值啊 南非币在过去20年来三次大贬值 1块钱南非币20年前可以换到新台币5块钱 别到现在只能换到新台币1.7元 剩下不到4成你涂他17%的利息 结果你赔掉了6成多的币值 台湾人就是这类烂产品的冤大头 这种故事根本就可以写成一连串的史诗了 在经历了太多烂投资以后 大家决定搞去买房子 其他的国家再怎么扯我的后腿 台湾的房子就在台湾里面 你是要怎么影响我 台湾的钱和台湾的房子 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投资闭环 谁都不能再影响我了 那这就造成了你现在看到的高房价 其实我自己并不认为高房价 是单纯的低利率所造成的 它是一连串的因素加在一起 我们的金长账永远在顺差 我们的金融账不断在踩雷 本国金融投资保守 长期缺乏投资标的 我们这个赚太多钱的地方 最后就被困在一个没有好投资的处境 导致最保险的投资真的就是房子 然而高房价又带来了新的困境 你一升息就有人要跳楼 因为他付不起房贷了 本波升息真的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00940推出之后 造成轰动大热卖的整个大背景 当你银行不给我利息 定存足就会用脚抗疫 在00940前面所推出的统一投信00939 他们根本什么行销资源都没有 照样是一点就然一卖500亿 如果今天元大投信自己可以募集2000亿的资金 他从股市的公司身上拿股利过来 他自己可以运筹帷幄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非常像是另一个小央行呢 当他能够掌握更多的股票鼓利 他可以制造出很像银行利息的收益给你 他是不是就像另外一个央行 但这边我要提醒一下 股票鼓利和银行利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一旦景气不好股市反转向下 公司亏损的话 他是很有可能会发不出鼓利了 而且你的股票还会下跌 那你的这笔投资所拿到的鼓利 其实跟银行利息的风险是完全不同 这是投资人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然而当这几家高股息基金 他们可以发出很类似银行利息的收益 那么投信公司实质上就是在争夺银行存管的基础 那就会演变成银行和证券的银证之争 所以你才会看到一开始我们讲的00940 他意外导致银行流动性吃紧的事件 因为存款行户真的收购了低利率 他们用脚投票令利中央00940 根本就是一次对银行体系的揭竿起意 我要再强调一次 股票鼓励不是银行利息 股票会跌 景气不好的时候公司是发不出鼓励的 这跟银行存款利率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在此之前我没有觉得这么震撼过 这一次定存族用他们的行为 让我深深的明白到低利率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银行再不给利息 市场上迟早会出现替代银行的怪物 那这就是这一次的00940之乱 当一党基金只有100亿200亿的时候 台湾的股市其实很容易能够消化掉 但是现在一党基金是2000多亿 加上三月份募集了00939 和中信半导体基金00941 大家都要进股市买股票 整个台湾股市会一下子涌入 接近3000亿元的资金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新的基金要上市 它在挂牌之前必须先拿大部分的资金 进场买股票 这是金融法规规定 00940会在4月1号挂牌 这也就是说从下周开始到挂牌之前 大概会有两三千亿的资金进入台股 这样的话台股不暴涨都没有天理吧 那我手上有钱 我当然会去买这些资金的成分股啊 像现在长荣联发科汉堂星相都出现大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00940会进来接盘 等到他买股票 把价格买高之后 他挂牌以后我就把我的股票卖掉 我就大赚一笔 那结果整个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大户卖掉股票 股市下跌一波 那00940的基金净值就会下跌 那投资人看到这个情况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慌 他们就会想要把基金卖掉 在基金上面我们卖掉是讲赎回啦 那00940他遭遇这个赎回潮的话 他就必须要去卖股票 才能把钱还给投资人 然后呢他又会造成股市升一波的下跌 你看这样连续下跌之后 这是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小股灾 刚刚我们讲过有一些利率套利的人 台湾渡边太太 他们借房贷买高股息的基金 如果今天景气变差的话 那上市公司亏损今年发不出鼓励 那这些渡边太太如果收不到配息的话 他们就拿不到预期中应该要拿到的利差 那他们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个人的流动性危机 进一步影响到他还房贷的能力 你知道金融杠杆在景气好的时候 他可能可以帮你赚更多钱 但是景气一旦反转他是会要你的命 最后高股息基金是不好的产品吗 不是 他在规模正常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好的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央行的国际收支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台湾的金融账都是净流出 流出的金额是越来越大 但是这个趋势在过去几年呢 却有所改变 在2018年之后呢 金融账净流出的现象逐渐减缓 因为台湾人买了更多国内投信公司的基金 像是0050啊0056啊 还有各种著名的基金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00919 你看到在这张表上 疫情期间 我们因为台湾的顺差进来太多了 因为我们是全球唯一 没有因为疫情停工的地方嘛 在2021年的时候 台湾的金融账重回高点 但是你看啊 接下来的两年又继续回流 这就表示台湾人终于理解到一件事情 买台湾自己设计的投资商品 远逼你出去买一个 你根本不了解的南非币 要好太多太多了 00939和00940之乱 它在根本上是一次民众 对低利益环境的逆袭 如果我们不开始慢慢的趁经济体质好转的时候 逐步的改变 从澎淮南时代持续了20多年的低利率环境 我相信类似00940之乱的事件 以后还会不断在市场上发生 台湾金管会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们现在已经降落00940了 而且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考虑到了大象进场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金管会应该要跟元大投信好好协商 你不能一次两千亿全部进场 这一定会造成小股灾的 毕竟台湾从来没有过两千亿的基金一次进场的经验 我猜金管会很可能会延长00940的进场时间 让他们在比较长的期限内 分批慢慢的进股市买股票 避免造成股市暴起暴露的现象 那在这段期间之内呢 或许可以特准00940用平准金来发放一部分的鼓励 那如果金管会有这些权宜的做法 我觉得应该要公布出来让市场上了解 不然市场上一定还是会有心理预期 大户就会进场放消息 导致股市暴起暴落 长期而言台湾财经部会应该要开始携手合作 慢慢去解决掉彭淮南的困境 过去台湾是在吸进中国的政策掏空之下 我能理解彭淮南低利率的做法 因为你要同时跟中国跟韩国竞争 其实你没有什么空间高利率 然而现在台湾的经济体质在逐步的变强 正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财经部会应该要花至少10年的时间 央行需要考虑对外贸易和国内房贷户的承受能力 慢慢的缓和的逐步脱离低利率的困境 骤然升息是一定不行 我恳请大家你不要看了我的影片以后 就去逼央行逼金管会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去年升息环境之下就已经有人跳楼 那金管会呢 他则需要逐步开放金融产品 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那我们的经济部呢 则是需要让台湾的产业环境更好 有更好的创业条件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公司 他们能够进入资本市场 消化我们民众这么庞大的金融实力 其实呢你只要有更多的公司上市 公司都愿意发鼓励的话 其实他们就能够得到 非常强大的金融支持 00940之乱 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这个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可以处理好的事件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提醒 几大财经部会是 一定要开始携手面对这件事情了 最后 如果你已经来了00940 如果市场有变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那如果市场有变的话 我们应该要卖股票吗 应该要怎么卖股票呢 我们下周的会员影片 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有进去的同学可以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 让大家开启感动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